说到要创造劝丰 我们继续来看看 接下来这一则报导 还真的是非常特别了 怎么公仆转身变成了女仆呢 那么为了争取党内初选 民进党妇女部前主任许家田 以及前国代高嘉瑜 这回还真的是拼很大 因为呢为了要让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 结果呢他们不约而同都拍摄了 清纯女仆文宣照 画面当中您看到 就是他们刻意扮成这个女仆的模样 不过也因此闹双包了 是不是这当中创意破梗了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碰碰公主秀浪漫蕾丝鞭 闲鞭站旁边对着路过民众 依依亲自拜票 关了年底的北市议员党内初选 前民进党妇女部主任许家田 拼很大 把自己改造成人民女巫 很多网友还有留言 还有说什么90年代花系列的 什么月龄是不是 现在也有人说是龙千玉吗 长发波浪卷造型还有支持者说 和艺人龙千玉有这么一点像 引起网友热烈回应 甚至还有支持者说 想要为了他改户口签地址 不过无独有偶 想当市民女仆的不止一个人 我们也是以女仆的造型 希望告诉市民说 我们要做市民的公仆 服务最贴心 好巧同样也是女仆扮相 高嘉宇的宣传照 周六晚上po上Facebook 仅仅只比许家田晚了几个小时 一个粉嫩风 一个清纯可爱风 文轩质感很类似 照片上传时间又是差不多 总不会是约好 要一起炒扮女仆吧 我们文轩是早上做好 可是我也不知道他 大概是什么时候做好的 所以你是看到他 Facebook贴出来之后 你就决定冒险了 其实也不是看到 也就是说 因为我有跟我讨论 因为我自己的朋友 也有讨论到 当一员三丈婆的事 对了对了 现在就没有问题了 扮女仆能不能够当好公仆 现在还没有答案 为了抢党内出现 拼命掉数字 选将们只能卯足进西京 先让大家留下印象再说 这就是中海朱建伟 台北采访报道